秦始皇 司马迁 孙中山 宋美宁 哥伦布 纳破仑 爱迪生 希特拉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 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古今风云人物 主持张伟国 曾卓妍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 全奇人物的风云时迹 超和天王 愚人人 明智为心 十九世纪中期 掌握日本最高政治权力 三百年的江湖 德川家莫府 在洋人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 日渐衰败 一些新兴的凡事 谋求改革 1866年 结成军事联盟 兵尝试接触 已经被冷待数百年 被莫府限制在 古都 京都的日本天皇 提出 尊皇让义的理念 挑战德川莫府权威 称为 赌幕 1867年1月30日 年仅16岁的明智天皇继位 赌幕派发起宣言 双方展开战斗 赌幕君 获得压倒胜利 乘性追击 土伐幕府 称为 慕臣战争 幕府将军 德川兴起 兼大势已去 1868年4月 决定投降 向天皇朝廷 交还官位及领地 幕府政权结束 8月27日 新天皇举行职位典礼 改年号为明智 将江湖改名为东京 明智二年 大家好 继续讲日本的超和天皇的历史故事 我们上次讲到 在超和天皇 就是预人出世前后 这个日本 是发生了几次的重要的战争 而这几次的重要战争 都对日本的国力 是有非常重要的提升和影响的 这个战争上次讲过 是1894年 超和还未出世 所谓中日的革命战争 在日本的史书 叫日清战争 因为他的对手是清朝 第二次的战争 就是八国联军之役 日本成为八国联军里面 投入最多 而且就是我们所谓 获益最大的一个战胜国 而中国在这场战争里面 就变成了世界各国的 我们所谓的半殖民地 虽然国家仍然独立 但是任由列强宰国 已经难以有反击的余地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八国联军之役 1900年发生的 而第三条战争是1904年 发生的所谓日俄战争 由于在日文里面 俄罗斯叫做洛西亚 用汉字写 叫做洛西亚 所以在日文的记录里面 我们看日本的书 就叫做日路战争 路就是路水的路 如果你看日文的书 例如日路战争 就是日俄战争 俄国人和日本 为了争夺 中国的满洲 东三省的权益 控制中三省 而和日本爆发了战争 为什么俄罗斯人 要和日本争夺满洲呢 这个东三省呢 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俄国人 在西伯利亚 已经控制了 由这个叫什么 由这个欧洲 一路伸展到太平洋 的一个 我们所谓 西伯利亚的地域 这个西伯利亚 交通非常遥远 那这些事乎 这个俄罗斯人 就逐渐要建一条铁路 横跨整个西伯利亚 而到达这个 太平洋沿岸的 一个港口 其实以前是中国的港口 叫做海参威 但是如果要用俄文说 就叫做福拉迪欧斯托克 在中文叫做福拉迪欧斯托克 很长的名字 我十几年前去过旅行 风景很漂亮 一个很美丽的港口 一个海港 蓝天白云 有海鸥飞长 非常漂亮的港口 但是那时候 它就复杂了 过关的手组 多到无比 要上车下车八次 过完一个关 在中国境内 就好像上两次 因为当时俄罗斯境内 要六次过关 过六个关 是真是拿命 但是去到 风景就很好 今年年初 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和北韩领袖金正恩 在福拉迪欧斯托克 举人那次会谈 就是这个地方 所以俄罗斯人 要从西伯利亚 建一条铁路 去到福拉迪欧斯托克 就要横过中国境内 这个铁路 我们叫北本铁路 日本人叫北本铁路 在俄罗斯人叫西伯利亚铁路 这个铁路穿过一个重要的城市 这个城市又因为这个铁路而出现的 这个城市叫哈尔滨 于是整条铁路 横挂中国的境内 你刚才说 俄罗斯人 在这条铁路横挂中国境内 于是俄国人就要 将这个地方 纳入俄国的势力范围 但是 当这个日本人 在甲午战争 打赢了中国之后 就对这个朝鲜 实行了这个控制权 但是他对中国东北 也都抚视担担 而且还有一样东西 日本战争清晰的时候 其中一项条件 就是要将这个辽东半岛 最重要的两个港口 其实两个港口是连在一起的 一个是香港叫大连 一个是军港叫呂信 这两个港口 是割让给日本 来到成为日本殖民地的 但是俄罗斯从中插手 使用横手 阻止 这个日本 就是占据这两个港口 而俄罗斯要联同德国英国等等的国家 阻止日本控制大连旅信 于是日本心有逼金 于是和俄罗斯 当时结合各种的矛盾 后来俄罗斯就因为这个缘故 就向清朝要求 租借大连旅信 成为俄罗斯的港口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日本更加深入奋恨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日本人 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更加大 终于在904年 爆发了战争 就是为了争夺 这个所谓 整个中国东北的控制权 还有要将这个大连旅信 立入日本的控制范围之内 还有满洲都有很多的天然资源 大家都知道当时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局面 就是起铁路 铁路本身的经营权 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权益 当时满洲就是南满铁路 有一个很重要的铁路 它附属有很多的煤矿 也都有一些相关的开彩权益 而且也有很多的森林的木材 铁和煤 而在当时的满洲 就已经是有和找得到的 简单来说 这些天然资源 本身在日和战争之前 日本全部都要进口 日本为什么 张来张说 对满洲苦事淡淡 但其实他打之前 他没想到打得赢 我觉得 俄国应该是列强 没理由这么差 所以他都觉得 现有的局面都是不错 所以日本的史学家会认为 满洲是意料之外 真的跌下来的一个馅饼 令他们认为我有机会可以叉截入满洲 因为在日和战争之前 日本应该是没有能力入满洲 因为其实战争也说了 大连旅信 你明明应该是归我 都被俄国插手 赶了你出局 所以这场日和战争 其实是改变了 日本在满洲的格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古今风云人物 超和天王 主持张伟国 曾卓言 当时俄罗斯 当然沙皇的政治已经非常腐败 国内爆发了很多 我们所谓的苏联暴动 各种事情发生 而俄罗斯人的希望 通过这个战争 因为他是强国 打败日本 重振俄罗斯帝国的威信 这似于藝然和日本 爆发这场战争 入俄战争爆发之后 大家动用了最新式的 科技所产的武器 杀伤了极大的武器 爆发了这场战争 这个俄罗斯在陆军方面惨败 几场的战役 重大的战役都胆败 比如在这个沈阳的战役 在这个所谓 呂顺口的争夺战 所有都是俄罗斯人惨败 而且俄罗斯的所谓的舰队 由这个欧洲 遥远地开来远东 最后结果被日本打败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俄国就被逼 和日本是 递结这个所谓和约 表示战败了 这个战败的和约 日本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好处 当然要赔款 俄罗斯要给军费给日本 另外一件事就是 俄罗斯要割让地方 将这个俄国人 在太平洋北海道北面 有一个非常大的岛 这个岛叫撒哈林岛 中国人叫富业岛 这个地方的南半部 就割让给这个日本 成为日本的所谓属地 这个地方日本人改了个名字 叫华泰 华泰岛 日文就叫 Hirohito 这个华泰岛 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投降之后 就是归还这个苏联 所以现在 富业岛的南边 仍然是俄罗斯的领土 当然 这个还有俄罗斯人 甚至将华泰岛 就是这个富业岛南边 四个大的岛 就是所谓北方四岛 都纳入它的控制里面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搞错 日本人所谓的北方四岛 不是等于富业岛 富业岛一个更加大的岛 非常之大的岛 在北海道的北面 那拿到这个富业岛控制权 还有 将这个俄罗斯人所租借的 所谓女信大连港口 转让给日本人 所以日本就成为了 这个旅信大连港口的主人 而日本就得到 旅信大连港口之后 于是在这里设立了 叫关东州 这个关东州 是驻有重兵 驻守关东州的军队 在日本人叫关东军 关东军就是在这个关东州 来到团住的 所以后来 日本人侵略中国 关东军是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几件事可以再说 第一样就是日外战争里面 其中一直以来 在日本本土的背景 一直以来都是陆军稍稍佔有力量的优势 在讲日本史的时候 都会提到陆军海军之间的差异 日外战争 其中一个契机就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日外战争里面 打赢海战部分 就是所谓名将东乡平白狼 就是杀魔凡 之前张港明治时期都已经讲过 长洲凡杀魔凡 他们在整个明治维生里面的格局里面的重要性 我们说日外战争之后 海军和陆军是可以并肩 两面对抗的两股力量 我们说在整个超和市里面 日本的军队里面的陆军和海军 一直都是处于一个高度张力的状况 就是大家很紧张的 互相是有攻击的情况 都经常都会出现 在这里你会见到 就是说日本海军有一个力量 已经有一个强势在那儿 海上的力量就已经在那儿 但是你会发觉 拿到利益的多的就是满洲的部分 南满铁路 铝顺大连的部分 就是关东的力量 而这个土地是谁呢 是中国的土地 是清朝的土地来的 在国际的形势之下 其实日本一直要保持着一个状态 他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我好像有权益 但我这个权益 比更加上面有些列强 看着你日本干什么 你是不是想坐大 大家都不会平白 被日本在这个地方坐大 所以日本一直处于一个 当时的政局都处于一个状态 就是我们怎么解释给人听 我们在满洲是怎么 所以经常就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保护铁路 保护当地的僑民 不同的港口要维持的方法 来做驻军 但你说是不是有一个全面的 我们要占军 所有地方 所有地方都归 整个满洲都归日本人所管 日本人是很想的 他不单止想管满洲 还想一直沿着北边的线 向内蒙那边走 这是当时的日本的一个方略的战略格局 但日本当时的大格局就是 他始终要面对着列强的压力 所以他怎么一步步找机会 寻找一个方向 就是陆军在当时满洲 或关中军在满洲当时的目标 而日本本土也有很多的力量 包括海军 为什么呢 当日本的陆军想抗张的时候 海军也都在种种的情况之下 被列强被控制住 所以这些压力和张力在整个超和市的前半军一直都存在 这个就是超和做了日王之后的情况 但是在这几场战争 尤其是最后一场的所谓日和战争爆发之后 和日本战胜的时候 其实当时的御人年纪还很小 都只有三岁而已 未曾有这么大的格局给他面对 不过这个超和或者这个御人 他就是日本天皇的位置的承绩人 所以他将来长大之后 要承绩这个政治格局 而在这样的情况 当然就要做一个特别的准备 这个特别的要培养 当时他的爷爷明治天皇 当时打赢了这几场战争之后 其实日本已经有一个 我们所谓在中国人眼中 在朝鲜人眼中 甚至西方的列强的眼中 是一个小的赌国 中国人称为东营小国 这样的情况之下 一下子晋身成为世界列强之一 加入了这个所谓世界强国俱乐部 其中之一 我相反之打了几场大的胜仗之后 就变成了加入列强的行列了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日本在超和天皇出世的前后 所面对或者所遭遇到的一些 我们所谓的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 历史事件对日本来说 是非常之重要的 好 但问题来说 那日本的天皇 究竟要受过什么的训练 而变成了有足够的能力 承担这个所谓国家的强国的重担呢 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原来在自古以来 它的皇室是非常之复杂的 现在皇室内部是勾心斗角 非常之严厉 所以那些皇子皇孙出世的时候 就不会留在宫中生活的 那要在外面寄养 寄养是怎样呢 有个寄养的家庭保护它 在不受到这个所谓宫廷里面 各方面的势力的影响 随时会无命的嘛 那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御人出世没多久 七十日而已 就被送到一个所谓领养的寄养家庭里面生活 那生活是怎样呢 我们可以知道 在这个过程里面 一路过了四年 那这个寄养家庭呢 就是一个日本的 我们所谓的将军 那这个将军呢 叫村村淳义 给张军家里来到寄养 村呢就是四村的村 第二个村呢就是村落的村 那淳呢就是淳结的淳 义就是仁以道德的义 那这个人呢 是贵族来的 那于是乎在那里不贵 寄养了几年 那受这些这样的军人的家庭里面的教育 要做这个的我们所谓 国家的同僚 那到他四岁 那然后呢 在他回到宫廷之后呢 就开始入学读书 到他十岁前后呢 读什么书呢 学习这个军词 那由当时的乃木大将 乃木希典 那这个乃木大将呢 日本早期的游票 出过他 纪念游票 那这个乃木希典呢 他两个儿子都死在这个 日和战争里面的 那所以呢 希望能够怎样呢 将未来的天皇 训练成为一个 有志气的军人 一个有魄力的统治者 那所以对这个的御人呢 是非常之专心地教育的 不过要说呢 就是御人呢 就是按据记录呢 他童年的时候 就体育多病 就是很散药的 那所以为什么 最初的时候都要说 他要上舞啊 要他做很多体育 体能的呢 原因呢 其实很单纯的 就是怕他养不大 就是你要记得 当时那个时代 养不大是很常见的 不是说个个都一定 顺利这样去长大 那最怕呢 就是他有病啊 还有有药啊 然后你又发觉 童年的时候 发觉右手动得不太好 有些 有些紫色的事情做得不好 那这些情况呢 有些皇室成员就非常紧张 所以简单说就是什么呢 他的童年呢 都是一个 大家都觉得 要努力点 令自己更加强大 更加硬正的情况之下 成长 而且是一个军事国家嘛 嗯 所以呢 你可以发现 这个日本的 我们所谓的皇室 尤其是明治天皇 对这个孙的期望是很高的 因为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他的爸爸 即是 御人的 爸爸 这个叫什么 明治天皇的皇太子 精神有些问题 以前已经说过 等待 我再说到 有些什么精神问题呢 然后再继续 详细交代 那么呢 在这个情况下 对他孙的特别期望高了 那意思是呢 就有良好的教育 那究竟 这个御人呢 在长大的过程里面 有些什么值得留意的地方呢 那留下一次继续吧 那些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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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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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